正男 从小豆豆家到车站的路上 有一个朝鲜人住的杂院 当然小豆豆并不知道他们是朝鲜人 小豆豆只知道其中有一个阿姨 她的头发从正中间分开 梳成垂细的样式 身体稍微有点胖 穿着白色胶皮靴子 靴子头上尖尖的像是一艘小船 阿姨的裙子长长的 上衣的胸口那里 记着一个大大的蝴蝶解释的东西 这位阿姨总是大声叫着孩子的名字 正男 的确 阿姨每天都叫着正男的名字 一般来说 叫正男的时候 正和男都要用重音来念 但这位阿姨只把正字说得很重 而且 她高声地拖着尾音的喊声 听起来让人感到很悲凉 那个杂院 面向小豆豆乘坐的大井丁县 房子的地基比较高 仿佛在一个山崖上 小豆豆知道正男 他比小豆豆大一点 可能上二年级吧 不过 不知道他在哪里上学 正男的头发总是乱蓬蓬的 经常领着一条狗走来走去 有一天 小豆豆放学回家 经过这个小小的山崖 正男正好站在山崖上 两只手插着腰 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 突然 他冲小豆豆大声喊道 朝鲜人 喊声充满了憎恨 非常刺耳 小豆豆害怕极了 从来没有说过话 也从来没有捉弄过自己的男孩 为什么突然居高临下地对自己喊叫 而且充满了仇恨呢 小豆豆非常惊恶 回到家之后 小豆豆告诉妈妈 正男管我叫朝鲜人 听了小豆豆的话 妈妈用手捂住了嘴 转眼之间 妈妈的眼睛里已经充满了泪水 小豆豆大吃一惊 以为自己做了什么坏事 妈妈鼻头红红的 没有去擦眼泪 说道 真可怜 一定是别人都管正男叫朝鲜人朝鲜人 所以 他以为朝鲜人是骂人话 正男还不懂 他毕竟还是个孩子 平常说骂人话的时候 都是说混蛋 是吧 正男就是想说这么一句骂人的话 平时别人叫他是朝鲜人 他也想这么叫你 哎 有些人太过分了 接着 妈妈擦掉眼泪 缓缓地对小豆豆说 小豆豆是日本人 正男呢 是叫做朝鲜的国家的人 但是 你和正男一样都是小孩子 所以 绝对不可以区分说 那个是日本人 或者 那个是朝鲜人 要友好的对待正男 他只因为自己是朝鲜人 就被人这样粗暴地叫来叫去 是很可怜的 小豆豆还很难理解这些事情 但是 他毕竟明白了 那个叫正男的孩子 无缘无故地被人吵骂 所以 他的妈妈才总是那么担心地找他吧 当第二天早晨 小豆豆又从山崖下面路过的时候 仍然听到正男的妈妈大声地叫 正男 小豆豆听了 不由得想 正男会去哪里了呢 一边心中暗暗决定 虽然我不是朝鲜人 但如果正男再对我那么叫 我就对他说 大家一样都是小孩子 我们交个朋友吧 正男妈妈的声音 有一种异样的焦虑感 仿佛夹杂着某种不安 拖着长长的尾音 他的声音有时会被旁边通过的电车声淹没 但这就正男的叫声 是这么寂寞 如气如素 让人只要听过一次 就永远难以忘怀